黄埔军小大门口写着这样的队联,升官发财请走别处,谈生怕死没入此门,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军人的血性。 血性,是面对强敌敢于两剑,血性质敌中我寡,虽败犹容容,血性,是狭路相逢永者胜,丁峰所指,水与争锋,血性就是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,永战沙场。 在1979年的队队反击战中,随处可见有血性的中国军人,他们面对敌人坚固防线,优势火力,敢打敢拼,死债不退,堪称最有血性的军人。 今天,给大家介绍的这两个团,在1979年对日作战中,打造都是正面强功,战斗非常艰苦。 但是,参战中将是没有一个孬种,全是好汉,他们用血性和牺牲,捍卫了国家和军人的尊严。 陆军第55军163是487团,487团的前身是中央红军红衣军团第一师第一团,因此有红衣团的称号。 长征实施巴勇士长度安顺长,抗日战争中皇屠领击毙律军中将爱富贵秀,白嫂当时的狼狼山武壮士,都是487团先辈,487团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些精神。 在1979年对月作战期间,表现异常出色。 1979年2月17日,对月作为反击战打响,陆军55军163师担任同登两三方向的主攻任务,对手是号称进行师的月军第三,师出进第一站,便是同登要赛据点群。 在这一方向上,月军进行了精心的准备,弄出了大量的勇队攻势,碉堡,可以说是最硬的一块骨头。 同登战役中,487团四打探某高地,由于探某高地有月军完整的支撑点式的阵地,战斗比较艰苦,487团严攻陆珠沙推进,每攻下一个阵地。 月军就调及炮火袭击,然而步兵发动反冲击,双方展开反复的争夺,487团,二营几次战斗下来,全营听到只剩113人,即便如此,二营仍然顽强战斗,全营下定决,即便打光也不后退一步,经过不断总结,调整487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 拿下了探某高地居点群,同登战役结束后,487团又在亮山战役中,茂宇强攻亮山万围去点后马山,一路攻坚,一路血战。 整场对日作战,487团兼敌1949人,所有参战团中排名第一,487团二营被授予了攻坚英雄营的荣誉称号,陆军第50军1490,447团。 1979年2月20日,美国军也向世界广播道,中越双方把战场山地作战的地理部队投入了战场。 美国人说的是越南的316A师,该师是越军王牌,当年电边府战役中的主力,而中国军队指的是149师。 该师就是著名藏刺419部队,对院作战中大放异彩,越军316A师刚一上场就发出豪言,随时在任何方向吃掉中国一个师。 而149师却什么也没说,他们只用行动说话,149师一登场就展示出了决心,以446团从四号桥方向正面平推,447团突破心在北侧山亚口。 一副兵力控制黄连山亚口,切断316A师的退路,主力配合施主力围肩沙包之敌,445团为食欲备队,看到没有,一上场就要把316A师包饺子。 任务最重的是447团,该团需要在陌生地域,向敌后动身穿插,还要强攻天险黄连山亚口。 实战中447团连续穿插战斗九天,一路边打边走,由于穿插距离长,民工运力上,447团却聊少带。 但是,全团上下一心,奋勇前进,连续作战,九天的穿插战斗,兼敌510人,伤敌157人,伏敌11人,摧毁的敌人明暗火力点,调宝多达311个。 当然447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全团共伤亡548人,其中牺牲178人,伤370人,特别是担任尖刀的487团一银二连,在争夺山亚口的战斗中,全联138人共伤亡了106人,其中阵亡40人。 复伤66人,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,一营林营部人员都投入到了战斗之中,487团副政委也冲上了第一线参与战斗,练甲被粤军子弹击穿,流血不止,团长王庆才杀红了眼甩掉上衣,吃脖蹄枪就往前冲,口中大喊,老子经济不拿下黄连就不活了,遭到王文清副师长和哲和警卫员的拼死阻拦。 才停了下来,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军人,个个都是英雄好汉,血性不输了解你的李云龙,无愧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称号,向他们致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